Hello 各位朋友 承接上一條影片 也是星期間講一句 現在馬上講講恩尼姐姐這首歌 這首歌叫《老兵花》 我現在戴著耳機 換醒我的腦 希望它可以轉快一點 說話快一點 因為我都整晚沒有睡了 好 努力 這首歌我想簡單介紹一點的東西 其實這首歌為何這麼觸碰我呢 因為我早年去了很多地方 我可以文雅一點 說句離家太遠 很多時候都會想想家裡 私鄉那樣東西 這首歌就很棒 這首《老兵花》 那《老兵花》是什麼呢 其實《老兵花》是一個植物 如果在歐洲那邊 歐美 它會代表一些奉獻 可能是形容母親對兒子的奉獻 或者對女兒的奉獻 總之是對子女的付出 有些台灣的朋友會覺得 這個《老兵花》會不會在電影裡 會不會是《老兵花》的鞋音呢 其實都是可以的 我覺得是可以的 那觀看論點 這首歌對我來說是很有深層意義 因為我早年在外地 想起家裡的時候 我很多時候都會聽一聽這首歌 當然不只是聽這首歌的 還有其他歌都是說生活在異鄉 我也有聽聽其他 這些可能之後再解說一下 阿欣尼姐姐唱這首《老兵花》 其實她的聲音很厚很雄雲 是很適合唱的 至於那個分析 大家回到上一條的分析片 歌詞方面就是 我知道《半夜的星星》會唱歌 其實一開始歌詞已經鋪排了一個畫面 這些就是以前的田辰人厲害的地方 很多時候這些田辰人都是由四書五經 將那些詩詞歌庫混合出來做一個意境 這些是一個修為 他現在做出來的意境就是 一個很孤單的人 自己坐在那裡看著天空 這件事我很有同感 譬如去大漠 那時候我很多時候都是在草地上 看著天空 真是滿天都是整個銀河 滿天都是升得很棒 這個第一句就是鋪排了畫面 跟著 上家的夜晚 他就這樣和我一唱一和 當然這首歌是普通話 不過我現在是用粵語的廣東話 說出來而已 真是真的中了 這個上家的夜晚 想起家的思鄉 他和我一唱一和 那些星星就像在你面前 其實好像在表演安慰你一樣 我知道五候的青鋒會唱歌 同年的蟬聲 他總是跟風一唱一和 如果我沒有解釋錯的話 就是整個環境裏面 就是夜和日 他都是陪著一個孤單的人 然後當手中握著飯 心情卻變得荒蕪 這句是很深的 因為他也是跟著一套電影的 橋段其實很簡單而已 就是一個人很拼搏 就是為了去追名逐利 追名逐利之後 你是不是快樂 心靈是不是愉快 其實有很多時候 有些朋友追名逐利了 其實他的心很孤單 為什麼呢 追名逐利之後 就是那個名利控制著他自己 有時候是不能自拔的 就是他開始有些可能白隔眼 諸如此類或者看不起人 或者是對世界是覺得 我不斷去再追 這樣才行 這樣變得很痛苦 總之是被名利控制著 這句呢 心情卻變得荒蕪 就是說不開心 就算有名利 心靈都是比較空虛 好了 才發現世上一切都會變 一切都會變掛 就是說 當他追名逐利之後才發現 原來這個世界很多東西已經不存在了 因為 為什麼呢 可能以前真心的朋友 到追名逐利之後已經變得很虛假 例如是這樣 當青春 乘下日的烏絲就變成白髮 即是說 以前的經歷已經過去了 閃閃眼就變老了 不變的就是這首歌 在心裡來回的唱 即是說 這首想家的歌 就是不斷在他寂寞的心裡 不斷重複又重複 其實這裡 如果我有沒有解釋錯的話 就是說 這首歌 就是會喚醒他一個很孤單 很空虛的心靈 希望可以填充到一些正能量 回來 接著 天上的星星不會說話 地上的娃娃卻想媽媽 這是第二段歌詞 就是說 上面的星星根本沒有說過話 但是地上的娃娃 即是那個很孤單的男生 我是有這個感受的 就是說 說那個星星 她不會說話 但是她又想起家 其實是一個對比 就是說她以前在家裡 有媽媽的聲音 或者有兄弟姐妹的聲音 但是現在 只有一個星星 比較荒蕪的環境 雖然很漂亮 不過她不會說話 就是說其實這段歌詞 就是懷緬她在家裡的時間 就是一種真實心靈 不是一個很虛假的環境 然後天上的眼睛斬斬斬 即是星星 其實星星因為我們地球的大氣 她是會閃閃閃的 的確是會這樣 就是媽媽的心 老冰花 即是說 她這裏就說媽媽為她付出了好多 是 她才有今天 家鄉的柴園開滿花 媽媽的心肝 在天涯 是 這裏就說 其實她想起家裡的環境 但是 她這個人就未必回到以前的家 這種就是悲傷 然後夜夜想起媽媽的話 閃閃的淚光 然後閃閃的淚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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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冰花 這個就是呼應上面 就是說 哎呀 慘了 現在 越想越想越傷感 因為可能離家很遠 就是 以前我 我記得我有一次 我去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那裏 那時我還在跑圖餅鋪 真是一個人在那裏 去到一個大雨林裏面 就是找一些暴落的人 以前很落後 那麼 因為我又要 自省的成本 那直接就在那裏 就找了一個導遊 就這樣就帶我進去那個森林裏面 去找那個暴族 那個暴落 那找到那家人的時候 我有一個感覺 是挺淒涼的 那一刻 我就看到 就是他們 當然很簡陋的 那個建築 那麼 他們整家人在那裏 其實 沒有什麼物質的 以前 食物都很差 我看到他一家人在那裏 跟著 他招呼我去坐在 他沒有那些椅子 簡直是坐在木板上 那麼 我就坐去 那個竹那邊 就是他一邊木板一邊竹 因為那些熱帶雨林就是這樣 那我坐在竹那邊 看到他一家人嘻嘻嘻嘻 那一刻我就有一個觸感 就是這首歌 這句歌詞 就簡直是反映了我的內心 就是那一刻 就是 為什麼我這麼辛苦呢 在那裏做什麼鬼事 因為那時候就是 你知道 那時候 要找多些收入 那時候 因為 家裡也頗窮困 要找多些收入 要鞏固自己的事業 之後很多事情想到 那時候 年輕時 這句 這段歌詞 正正就是 觸動了我 看到別人人家 一家在那裏 但我是一個人孤零零 好悲啊 現在過去了 我就笑了出來 以前就覺得很悲 因為真是賺命搏 即是在說我的工作 而不是在說這首歌 好 接著我們繼續 他的副歌 其實是一樣的 天上的聲聲不會說話 地上的娃娃 上媽媽 都是一樣的 回應上面的東西 這段歌詞 都是屬於一些比較正常的編曲 即是說 都是想加強之前的感情位 即是重複一次 勾起那些聽眾 就多一次的觸感 這首歌 在旋律分析那裏 有一個是原本的版本 接著有一個是小同學版本 表現又不同的 因為它有兒童合唱團的版本 又有另外一個風格的表現 那我就不說太多這個感受 那希望各位朋友 即是聽下去的時候 就用心自己去感受一下 到底家人比較重要 還是物質比較重要 即是希望 其實這首歌 就是說 帶出一個很正能量給我 就是說 家人始終是最重要 希望各位朋友 又明白我說些甚麼 我已經盡量提出說 我們又下條片見 我希望可以繼續努力 現在錄了梅林茂先生那首Lover 又下條片見 讓我再設計畫面 在這邊 我們這邊 沒錯 謝謝